安東尼奧高迪 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安東尼奧高迪 他是西班牙著名的建築家 他所設計的宋家族教堂 目前仍然在建設當中 我在78年的時候 就開始搞了這個 策劃了安東尼奧高迪展 在日本全國進行巡展 大家也都知道高迪本人 他是1854年出生的西班牙人 在學生時代 學習就非常的優異突出 並且他後來參加了 代表西班牙這個國家 參加了在法國舉辦的世界博覽會 當時他只有二十幾歲 可以說是一個非常出雷拔萃的人物 可以說高迪本人是建築界 世界建築界的一個大腕明星 當年支持他的 實際上是教會 以及新興的 西班牙國內的一些新興的產業主 由於他們的支持 高迪本人 並且受到教會的委託 開始建造了聖家族教堂 聖家族教堂 實際上在他臨死的時候 施工並沒有完成 一直到他去世之前 高迪為了聖家族教堂 甚至當了情幹一樣 非常落魄的 但是一直在堅持著這個工作 高迪到最後的時候 身上都沒有錢 但是又要想建成這個教堂 最後他竟然還和很多的朋友 一起到外邊 把一些非舊的房屋 從那裡拆下來的石頭 然後搬到這個教堂來去進行成功 那麼高迪之所以吸引我 就是說他並不是完全依靠個人的力量 我們知道這個聖家族教堂的建成 實際上當時需要大量的鐵匠 包括磁磚的這些匠人 還有石匠等等 那麼在大家共同的努力下 把這個教堂從一點點的 從原來的這個模型的 就是整個設計的二百分之一 逐漸做到了二十分之一 所以呢 這一個這樣一個建設 建築的設計 這個建設 實際上是一個共同工作的結果 那麼這一點是最吸引我的 那高迪為了建築這個教堂 把自己的整個青春都搭了進去 那他希望能夠建成一個 讓所有的人都瞭解基督教的 這樣的一個教堂 所以呢 在這個裏面包括耶穌的一些頭像 聖物脈的這些頭像 他都是經過了精心的一些研究 閱讀最後的把他建出來 那在這個 我們現在屏幕上看到的是 他年輕時候的另一個代表性建築 那就是米爾公園 那這個米爾公園呢 當時可以說他最後 是給整個巴洛塞隆特拉城市 帶來了無限的活力 在建築這個公園的時候 實際上也是面臨著很多的艱難艱辛 你比如說 甚至在這個牆上的一些瓷磚都沒有 那麼到各處 把那個高迪和他的夥伴們 到各處去收集各種各樣的這個瓷磚 最後一起把它撇貼在上面 高迪本人非常喜歡自然 所以他在他的這個建築設計當中 融入了許多自然的這個因素 你比如說他會把一些當地的植物 還有當地究竟的這個海 然後轉成了一個其他的這個形 或者說這個印象 放入到他的建築當中 我們現在照片上看到的是 他設計的另一個在地下的一個教堂 那麼這個地下教堂當中 我們看到他整個設計裡面沒有拿去放進一根直線 所有的都是採用流線型的這樣的一個瓷磚 高迪教給我的就是說 你在做一些工作的時候 一定要瞄準把自己的試點放在當地 一定要和當地的匠人們一起去合作 這是他的設計態度 這個設計態度其實對當時的那個年代的日本 是有很多情勢 當時的日本的經濟面臨的那個 從高速發展的時期 跌入到提古的時候 那我想這個態度對我們去真心 自己國家的經濟也是很有必須的 因此我就搞了這個高底展 那我當時搞的這個安東尼奧高底展 其實屬於一個草根型的這個展覽 那麼我的夢想是希望能夠有更多的人 能夠來看到這個展覽 於是呢是和許多的夥伴一起湊錢 大家每個人拿出一點錢 這樣一點一點的把這個資金攢起來 然後搞出來這樣的一個文化活動 另外高底交給我的就是 在巴塞羅納這樣的一個城市裡 其實高底本人是收到了很多的這個歧視 因為他本人呢只會說自己民族的語言 他不能夠用這個整個就是用西班牙語 去來唱歌去來吟詩 但是即便如此 他的身上他的民族當中 也有自己的獨特的文化 那我們反觀現在的歐盟 當然我們不否認歐盟 它有統一這樣的一個必要 可是我們必須要認識到 每一個國家每一個地區每一個民族 其實都有自己獨有的文化 這種文化是應該值得珍惜和保留的 補充中的藍石 或限制我們今天是ucrál的文化 成功的文化 感谢观看